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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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瑞 旁边的是我朋友Sherly 我们现在要准备在Downtown走一走 逛一逛 然后准备发我们第一个YouTube视频 这边马赞拿大的封印 现在已经开了 秋天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疫情原因呢 这边的很多店就倒闭了 像这一家 它是一个卖香氛的 然后再往前走 这是加拿大国民品牌Lululemon 然后它这边 其实隔壁之前是UGG 澳洲的那个 棉鞋的 现在它都打通了 这家也是加拿大国民品牌的 温哥华有厂子 然后还有那个工厂店 然后就是十足鸟 然后这对面这家ROOTS 也是加拿大的牌子 台湾人很喜欢这个牌子 但大陆人几乎没几个认识的 而是上面有个河梨做logo 加拿大陆人几乎 加拿大陆人几乎 但是它只有女装 但是他们一般会请一个男的招待 也是很迷 看到了吗 他在那 大家现在都要戴口罩 不过虽然很多家店倒闭 然后也有很多家店开 这家就是最近新开的 日本的一个蛋糕店 好像很火 刚开的时候拍长队 现在也过了那堆热度了 也变冷清 这家店 对我刚才讲到 它好像要开 一个韩式餐厅 还是什么餐厅 然后隔壁这是一个 就是换会的地方 在隔壁它是一个 加拿大合法买大麻的店 在这边大麻是合法的 可以开店 它也是新开的 之前没店 装修挺可爱 这家店就是有个manual菜单 然后它的干花 什么卷烟 提取物 人造烟 吃的 喝的 然后它这家店名字叫三尺辣 因为阿姆斯特丹那边 毒品什么的合法嘛 所以它起这名字也挺有创意 这个店倒闭了 不知道怎么的 这个涂鸦什么意思 很美 而且它还和这边的 sorry 这边的路障合在了一起 是荷花的图案 美美的 这条街上的店呢 就很多元 有卖行李箱啊 奶茶 然后各种糖果店 蛋糕店 拉面店 还有sushi 术司店 鲜鱼鲜也有 还有那个中国的 西式中国的 面和饭店 然后这个日本的杂货店 它很火 卖一些日本零食之类的 很多元 各个国家的东西都有 这家 这家它家二楼的韩国炸鸡超好吃 这个米克夏好像是国内的牌子 好像是一个奶茶店 重庆饭店 感觉不太正宗 就比较西化的中餐 你看 冻酸奶啊 还有 印度的餐厅 它那个冻酸奶 其实拍的很久了 嗯 冻酸奶 这家很久了吗 对 这么久 嗯 不怎么去吃 没有什么印象 啊 那我没有太大印象 这个pancake 说coming soon 好像很久了也没有来 Tim Hortons 加拿大最火的牌子 在国内好像很多城市也开了 还有一家 上海有一家是吗 对 嗯 然后因为我不太爱吃甜的 不怎么进去 但是它家东西真的很实惠 然后大家都喜欢去 比星巴克亲民的家位很多 它在Tim Hortons介绍完 然后过到之后 当当当当当 这家店 它之前是一家星巴克 然后可能就是被 这个Tim Hortons干倒闭了 哈哈哈 那就是加拿大的这边 疫情很挺严重的 当然温哥华这个BC省还好 但是也不是特别人多来讲 来这个市中心 现在我给你们大家看的呢 是一个希腊的餐厅 他们家之前也是排队各种火 然后就是希腊嘛 白蓝的次才搭配 现在也是暂时关门了 因为疫情嘛 对啊 其实已经很多人都不会来 因为疫情还挺严重的 对 所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拍的 对 生命危险 还好戴口罩 再来的地方 哈哈哈 你是又忘了吗 对 就是经常要叫我 红的排饰品 最后不好意思 当当当当当 这家Sura 据说是温哥华最好吃的韩餐厅 之一 我尝了确实味道不错 大家也经常需要等位 然后Sura再往前呢 这是重庆流鱼手 咱们中国的美食 现在重庆流鱼手 在我们这边的外卖饭团上 点外卖的还是挺多人的 有一首全球知名品牌 值得交 就是一家韩国餐厅 这个 这条商业街上 其实日韩餐厅特别多 我们还在这条街上 然后刚才不是说吗 就是日韩餐厅多 但是近两年呢 它其实中餐也开了很多 这个兰州拉面 我记得好像吃过一次挺好吃的 然后过桥米线 它家的肥肠米线很好吃 在这条街上 然后这儿呢 有一个店 它是越南粉 这边北美很喜欢吃越南粉的 然后所以越南粉店很多 我们还是在Robeston上 然后这个巨呢 它是一个上海菜 在另外的Burnaby也是一个区 然后Richmond也有店 它是我来这边第一个下的馆子餐厅 它家的蟹黄豆腐好吃 我记得其他的印象不深了 但是它家很火 国人很热 前面这家新开的什么日本的店 叫日本桥天东 它就是其实是天天妇罗的店 其实在日本还挺火的 它这家店好像是从日本桥 那块开过来的 日本桥区在东京挺有名的 也算是市中心 就是银座那一块 也都是高大上的区域 哇哦 水里好冬 前面这个伊芳 就最近爆火 国内也开了 就是台湾的一个水果茶 就很古早的味道 它家水果茶还挺好喝的 但是 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 但是我也挺喜欢它们的 现在我们从Robeston 转到咱们这条街上 又一个Sanbark Sanbark 这边还是很多家店的 我们来了这个 有乌克兰小火 然后 挺有风格的 和调的 配灯 红菜汤 沙拉 海味菜 特色菜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应该是酱子呀 好 主食 这个酒 我最喜欢喝酒 所以也不会点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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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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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是这样的 那我带着是那个cheese的 cheddar cheese 好像是bacon的cheddar cheese 对 哇哦 看起来还要多吃 怎么样啊 口感这个肉 就普通的肉皮 好吃 但这个好吃 不是可以让我经验到的好吃 它是猪肉还是牛肉啊 我都不知道 它感觉像是猪肉 味道是坏的 肉很紧实 是吗 没有口感 就没有里面有面粉的感觉 它辣吗 像我们哈尔滨的特产香肠 哈尔滨红肠不辣的那种 咸的酥 就是那个腌子的那种味道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鲜 你看 如何 口感感有点像原始料 它里面是土豆的 你跟我的很像 你这有什么口味的 跟我的 土豆加洋葱 有点像吃普通的鲜 但是你有那种 咸的皮 很感觉 就是咸的皮 咸的皮 那种的感觉 我刚才忘了跟大家说这个酱 我看下来 它这个应该是广界的 我本人听说不是剑 但是不想把我推 尝一下 你这什么表情 太辣了 要不要喝点水 大家还是不要尝试这个了 真的 你应该也喝点水 大家如果来个家店 千万万要加大家的煮食 消灭掉 太多了 这个份量绝对多 分量是够 看我全都消灭了 光盘行动值得骄傲 不浪费15 刚才那一餐呢 就我的这一盘 我担付的 然后15块06刀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12%的税 它是必须的 是后算的 然后还有15% 最低的小费 我给它20% 因为它长得还挺帅的 一个无声 你这个是 我的天哪 我现在呢 在这个英国费 中文的华庭有名的一个海滩 一般的时候 他们不有很多人 现在呢 因为疫情 还因为今天风大 还有天气 有点老 可能人就不多 风景还是很美 海鸥都在晒太阳 海鸥的一手 好优惊 太优惊了 太优惊了 太放松了 不怕 他为什么要怕你 多好 你看 我爱吃烤鸭 吃烤鸭 太优erk了 太优妊 太优妊 肥园了 太优妊 太优秀 很优妊 太优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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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